高聚力和高利两个概念很容易混淆 高聚力又简称高利又叫高士高利 是福爷仁建立的国家 书屋中国边将少数民族政权 历史上一度利用中国为进南北朝战乱逼人的使机不断抢 战元汉朝领土 而三国时代曹魏曾派吴秋杰讨伐高聚力获得大胜 但高聚力利用武污乱华使机在东北开疆或土 并侵占元汉四驹在朝鲜半岛的领土 致力达到朝鲜半岛平壤也难 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新罗和东南部的百计对视 高聚力一度很强盛 尽辽宁省吉林省基本都是高聚力的领土 在朝鲜半岛压之百计和新罗 对中原王朝也是有觊觎之心 隋阳帝岂能不知 所以只发大军数次攻打高聚力 唐太宗殿能不知 所以先生高聚力重创之 唐高宗继承父亲一致 继续进攻高聚力 中吴将其灭亡 高聚力的主体民族服爷仁大部内仙 荣乌汉族一小撮南下进入新罗 一小撮留在东北 后来兴起的渤海国 就是福爷移民所见 幽乌高聚力一度很强大 在朝鲜南部压制百计和新罗 后来的朝鲜人称这段时 即为朝鲜的三国时代 幽乌高聚力的威名 祖上为汉人的王界 推翻新罗后 就用高利为国号 这是后来朝鲜王朝的正统 为区别之前的高聚力 建称高利 称这个高利为王氏高利 王氏高利是现今韩国的正统上诉至三韩至新罗时代 但高氏高利和韩国没有什么关系 是韩国人乱认祖宗 试图将高聚力历史施加给自己 除了给自己的历史增光天才 更重要的是 可以主张中国东北领土 为避免混淆 现一般不叫高聚力为高利 而称高利时则指王氏高利 故高聚力第一代王宗穆王 朱蒙 公元前37年建立王城 祖本川一生故城 今辽宁凡人舞女山城 公元三年签至国内城 吉林省吉安市 京立28代王 至公元668年 被唐军于新罗 昭仙一代 合机灭亡 高聚力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 汉代时归北方四郡之一 全兔郡高聚立建管辖 高利是在高聚力灭亡 200多年以后形成的国家 高聚力灭亡后 东北边疆又出现了渤海国 后又出现王建创立的高利 实称王氏高利 后来李承贵建立李氏高利 朱元璋次其国民朝先 高聚力灭亡以后 很多移民被带到中原 后被同化成了汉人 又有很多人留在了朝鲜半岛 进入了新罗国家 成了新罗人 高利是新罗的继承国 在朝鲜韩国历史书 包括中国的历史书 也能看到新罗统一的朝鲜半岛 又称新罗统一了三韩 三韩当时是指百纪 新罗和高聚力 在当时的历史书上肯用 同一这个词 也就是说当时新罗百纪 高聚力的人民都成 认他们是一个民族 一 古代的高聚力和高利定 不是一个民族 两者有著本质的区别 一 存在时间不同 高聚力存在乌公元前37年 公元669年 在七世纪时被唐朝所灭 高利存在乌公元918年 1392年后被全臣李成桂所窜 两者时间差距数百年之久 二 民族政权不同 高聚力是中国古代的福 也足在东北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起源乌吉林 后来才进入朝鲜半岛发展 文化归属感 更接近乌中原 高利是古代韩国人王剑所建立的政权 脱离乌新罗国 起源乌朝鲜半岛南部 两者文化起源不同 三 民族成分不同 高聚力的民族成分 有绘墨人 浮宜人 契丹 鲜卑 汉人 新罗人 古代韩国人等多个民族 高利人的主体则是新罗人 民族归属感 更新向乌三 韩部 高利 新罗 白纪 两者民族成分不同 四 疆域版图不同 高聚力的疆域版图 包括了今天的辽宁吉林部分地区 朝鲜全境 韩国部分地区 高利的版图 包括今天的朝鲜半岛中南部 韩国全境 朝鲜部分地区 逼高聚力小得多 两者疆域版图不同 二 高聚力和高利 一 高聚力是公元前一世纪之公元 七世纪在中国东北地区 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座政权 其人民主要是会墨和服归人 后又吸收一部分墨和人 故朝鲜移民等 由无高聚力的特殊地理为治 而且国土横跨 今日的中国及韩国 朝鲜 中国 韩国及朝鲜 都声称高聚力 是自己本国的原始民族 二 高利 高利 918年 1392年 又称高利王朝 王室高利 是朝鲜半岛主代国家之一 公元918年 太封君主 公义部下启示 用利王建为王 935年合并新落 936年 密后百季 实现了三寒一统 高利都成为开京 今朝鲜开城 国土大体上相当务 今天朝鲜半岛中南部 十一市 继中叶后 以千里长城与辽 今雷界 西北在十二世纪的高利 瑞宗时期 达到压绿江沿岸 东北在高利末年的公民 王时期扩张到甲州 今朝先甲山郡 吉州 今朝先吉州郡 一线三 综合所述 高聚力 是曾经统治过朝 先半岛北部的中国古代地方政权 而高利则 是朝鲜历史上的第二个统一王朝 两者虽然 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但根本不是同一个国家和民族 完全没有继承关系 所以韩国与朝鲜 就紧紧抓住这一次之差 想编到黑白 想将其混雷一坛 其居心何在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之也 其门并觉得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